上外马路天 竟把我困在外的小客店 满极过了六年 期望有天 敲开了爱 并来到生命乐远 独自探索去挑战 但面对新转变 身体意念仍在斗争斗前 脚步留在昨天难割点 为何跟他不想见人怀念 为何跟他不想见人怀念 请给我主宰于打算 人在这天 心底里已远 来到摆在面前 梦幻世界已可见 但面对新转变 身体意念仍在斗争斗前 脚步留在昨天难割点 为何跟他不想见人怀念 为何跟他不想见人怀念 但面对新转变 但面对新转变 身体意念仍在斗争斗前 脚步留在昨天难割点 为何跟他不想见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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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想见人怀念 悲伤 不过我明白 当女生问你 这么关键性的问题的时候 除了答 会 令对方开心之外 你根本没有第二个选择 但当你答了会 之后 问题就开始了 自那一分钟开始 那个女人就当作自己是你老婆 她开始变得不再可爱了 你就等于一个自由身的艺员 签了一个经理人一样 她会开始侵入你的私人生活 甚至管理你的一切开支 我始终认为 一个女人由女朋友变成老婆 是一个丑化自己的过程 Rosa在电话等着我回答她 为了给更多时间 让我可以准备 我扮得很重视这件事 约她出来当面谈 我和Rosa走去山顶 一个比较休静的角落 那里没有人 我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找个静静的地方 比较容易控制场面一点 Rosa再一次很认真 很严肃地问我 我会不会娶她 我因为有相当时间准备 所以我就搬出一套 在心目中盘算了很久的理论 和她说 我对她说 Rosa 人的相识是一种圆 圆和分是彻底抵亮门事 圆是相识的chance 分就是一个明分 所以相识是一种圆 结合就讲求有没有分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人说 我们有缘和分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见她没有出声 我就再继续说下去 其实相爱 未必等于一定要结合 就等于 吃鸡不是一定要吃到鸡腿 因为爱情这件事 是没有必然的 而单纯的相爱 比起因为要结合而相爱 是更为美丽 更为动人 更为有建设性的 我问Rosa明不明 老实说 我自己都不是很明 她看着我没有出声 我忽然见到 她双眼变得很晶莹 因为已经被眼泪湿润了 我知道有事要发生 我立即一手揽她入怀 打算用我的体温去融化她 软化她 谁知她双手出力地推开我 我想不到她会那么大力 我退后了几步 站稳脚 她的眼泪已经奪腔而出 她声阵阵地跟我说 你根本不爱我 然后她就转身走了 我一直追着她 拉着她的手 都被她摔掉了 走到人多的地方 我避免这么张扬 就只好默默地 在后面跟着Rosa 直至她截了一部的士 下山了 晚上我打电话去家找Rosa 她的萨牙姐姐居然说没有Rosa这个人 她真是笨 她不知道我认得她的声音 她是有点痴痢筋的 雪櫃有个烧牌骨在里 是妈妈拿来的 我煎回热她 但是吃不下 于是为了门口看肝的狗 我倒了杯酒在床上喝 一路回忆我和Rosa这段感情 我总是觉得 我最喜欢她的时候 是未认识她 在街上经常遇到她那一阵 上个星期一 今天我办公室部电话分机坏了 工程部派了个师傅仔来弄 那个师傅仔很多嘴 从进来那一分钟开始 就说到走那一分钟 之后还在我门口和我的秘书 说多15分钟才写得离开 不过 她都说了不少东西给我听 她还告诉我 我们公司有几个老板的分机 是可以随时偷听任何一条内线的电话的 哇 真是恐怖 我决定以后 不在电话那里批评公司任何的行政 那个教电话的师傅仔还说 这间公司有很多人 是靠出卖情报而生存的 换言之 这里是有很多善人 那会不会 她自己本身都是其中一个善人呢 下午 胡总经理约我出去吃饭 是去吃日本菜 一走进去 那女士应就好像梁天来激鼓鸣鸣 然后写上楼子 然后楼上楼下齐齐吉利咕噹 màu 然後我和胡經理就進入了一間房間裡面 食日本菜我最不喜歡的就是要脫鞋 因為我並非經常都剪腳甲 腳甲長了就會刺穿對襪 所以嚴格來說,我是沒有一對襪圓整的 唯有遮遮掩掩,縮對腳到桌底 胡經理叫了魚生,我就一般喜歡 我一直覺得,吃生的東西不是很文明 而且,媽媽說我小時候生過蟲 千釘萬燭要我小心飲食 但是胡經理就不斷叫我吃 我就只有把那些綠色的日本芥辣 大塊黏在魚生裡吃 希望先辣死蟲 起了蟲味辣死,我自己就差點辣到跳起 一旦咬下去,辣味分成兩股氣流 一股沖鼻而出,鼻水都流 另一股直飆頭頂 在頭髮根那裡,我發覺有汗滲出 當時頭痕,唯有拷一拷頭 胡經理喝了一小杯sake,就跟我說 阿歡,任何事物都有輕衰 進步必須改革 在過往,我們機構有一段光源的日子 但是到現在都已經進入終衰期了 為了要挽救這個頂勢 我們要將機構年輕化 我看看他,他已經四五十歲 我才是三十歲鬆一點 相對來說,我是年輕 所以我立刻表示贊成 胡經理很開心 他跟著說 機構年輕化,也就是現代化 我們以前部門主管平均年齡是四十八歲 但自從我上任之後 就已經逐步將他降低到四十五點八二歲 他講完,摸一下自己的鬚,非常自滿 講到這裡,他居然拿起筷子唱起山歌來 因為唱得太肉酸,我不打算學給大家聽 唱完一小段,他看著我再說 阿歡,我們請你進來 是要利用廣告,將整個機構的image 再進一步現代化 廣告公司要換了 鄧先生已經有明確的指示 你好好計劃一下 我開始覺得在這間機構 之後會有一番的作為了 回到公司 我的秘書又在煲電話粥 我叫他申請兩打鉛筆 然後逐支刨尖它 因為我要開始籌備公司的廣告大雞 在煲電話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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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電話粥 在煲電話粥 走十三次 最重要的一段 上星期二一早去銀行拿了一張金卡申請表 原來現在金卡申請資格已經大大降低了 以前又說要一百幾十萬資產 現在你只要有萬多人月薪就有得商量 不知道是不是世界艱難 人家窮了又抑或銀行不夠生意 不過金卡是需要的 這是身份的象徵 大家出去吃晚飯埋單的時候 比坐大子還慘 各自打開銀包 展示卡的時候 被人看到自己的銀包放著的是一張地鐵票 或是國貨公司優待卡 甚至乎是一張醫生覆診卡 怎麼都不夠幾張閃閃亮的金卡照 還有 一張張梅菜這樣的銀子 就更加顯示你是一個沒什麼信用的人 因為在商業社會 只有是沒有信用的人 只需要付錢的 趙經理在走廊見到我 他拿著一棵盆栽 看來剛剛淋過水 他問我是不是準備換廣告公司 我說很有可能 他拍一拍我肩膀 拉起我一二個 跟我細細聲說 他說公司很多人 不會想見到當年公司的image的build up有改變 可能因為胡經理跟我吃過飯 說過那番說話 我變得有恥無恐 我跟他說 趙經理 有些事是避免不了要變的 他聽完之後 自己面色就變在一邊 陰陰濕濕地跟我說 那你自己好自為之 跟著就跟一棵盆栽一起消失了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 對著人事檢表 看見上面四五十個部門主管 到底有多少人希望變 多少人不希望變 晚上再給Rosa 對方依然是用打錯電話的方法 滿極無聊 一個人去看一場戲 又是英雄片 奸的死了 中的也死了 江湖上面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 恩怨仇恨的故事發生著呢 青春交響曲 青春交響曲跟我一起成長 所以青春交響曲做得好事 我要做得更好 小男忍周記 上個星期三 我收到一支玫瑰花 我秘書拿進來的時候 我以為他拿錯 直至他給我一張卡 我才認得自己的名字 我才知道 朵花真的送給我 我秘書 像笑非笑地看著我 問需不需要幫我插起一支花 有支花在辦公室真的有點外眼 所以我叫他插起 放在長角落 我等我的秘書大人出去 我就打開張卡 看看誰這麼浪漫 整理我 我看見下面的簽名寫著Dion 上面還寫著 寫著一句令人興奮的字句 他說 有點不好意思 總之他說 今晚約了我去赤柱 他的別墅那裡聚一聚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 我不知道他別墅的地址 難道他赤柱逐戶敲門嗎 我打電話給Dion 他那裡又沒有人聽 真是廢殺思量 沒理由去赤柱大叫一聲 Dion 我來和你聚一聚 啊 可以打電話給鄧先生 又不行 難道說他知道 我約了他的女兒去赤柱別墅嗎 萬一他老人家又說有興趣去買一份 那三個人沒什麼遊戲好玩 打牌又搶腳 足球又多一個 又不好意思叫他老人家出去外面打千秋 這個問題 令我煩惱了一天 忘了怎樣去工作 到了五點鐘 我坐在電話旁邊等 Dion仍然沒有電話給我 我等到五點九 連報紙分類廣告都看完 唯有死死氣地下樓 一出到門口 我見到Dion的法拉里 就停在門口 他向我吹了一下口哨 我就立刻飛撲上前 跳進了他的車 八點 我已經和他在別墅花園 吃Candle Light Dinner 那些紅酒很漂亮 放下起碼要二千多元一瓶 我們喝了兩瓶 大家都有一點點醉 Dion不是多出聲 她只是不停地看著我 當我們在床上休息的時候 Dion問了我一個問題 她問 為什麼男人擁有一個女人會不夠 我想了十五秒 回答她說 就是為了證明男人 可以擁有多過一個女人 她點起一口煙 當我狗仔那樣摸我的頭髮 我有些滑稽的感覺 她跟我說 我說 歡 以後我不會再找你 你都不要再找我了 我連望一個翻身問她 為什麼 她笑一笑跟我說 你不是有個女朋友嗎 我立即跟她說 我們分開了 她靈靈地說 你不要騙我了 我每次說謊 那些女人都相信我 為什麼偏偏這次說真話 她就不相信我呢 我抓住她的手 她輕輕脫開了 看來 真是沒有希望 我搭的士離開的時候 我覺得有些被欺騙的感覺 難道我阿歡被女人玩 Dion她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非常不 signs 跟她去 上個星期四 我又要去三十四樓開會 踏入鄧先生房 我已經是四五個人坐在 này 包括胡總經理 另外几个我见过 但是永远一开口就会叫错他们名的部门主管 最过头就坐着一个千寿的女人 而她拥有一对结白而完美的手 她是林太 邓先生的秘书开门给我 当我坐定之后门慢慢关门 气氛颇为严肃 邓先生没有喝巧克力奶 她拿个烟斗出来塞满一斗烟丝 没人出声 撑一声打火机着了烟丝点起 林太闻到烟味咳起上来打破了沉默 邓先生用烟斗指一指胡总经理 万条斯理地说 阿胡你想怎样 即管跟大家讲 这里都是自己人 我相信在这些情况之下 有人想不认造自己人都不行 胡总经理望望我们 稍微想了一会就跟大家讲 要进一步将公司年轻化呢 如果以目前的进度 起码就要十年 而我们的业务急速发展 是刻不容换 她越讲就越大声 但是邓先生在这个时候 就截停了她和她说 阿胡 连说的我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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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说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胡总经理的脸红了一红 又很尊敬地继续说 我希望今年年尾 所有超过五十五岁的高层人士都要退休 邓先生点头说了一句 好啊 胡总经理连忙打蛇徐棍想向邓先生说 如果 只是如果 邓先生能以身作则 以年纪大而辞去公司顾问的职位 我们就可以乘势逼其他主管退休 那事情就好办了 说到这里 整个房间好像冷了几度 邓先生面色一沉 胡总经理声音都不敢声 整个房间 只是听到人坐椅 坐得不稳定的声音 邓先生折起头 想了很久 耐到有十五分钟 最后 他将烟斗里面的灰 灯灯灯地倒入烟灰缸 不敢看 他还去过 然后向大家说 这件事让我好好上一上 大家默然离开三十四楼 在轴柠河 当妈 раст employers 看着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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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回回到office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電話隨即響起 我的Secretary跟我接了進來 原來是林太 林太在電話跟我說 我跟他有必要抽時間談一談 時間約了是星期六下午三點 上個星期公司很平靜 不過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流的感覺 Office裡面大家討論昨晚未來偶像好不好笑 曾志偉扮陳奕詩似不似 而平時捧無線的那一班就唔聲不出 勉強提一下有個大運河就會播映 不過大運河是什麼我又不是太清楚 下午我的秘書拿封信進來 我的秘書穿衣越來越不像樣 今天就穿一件Snoopy T-shirt 不斷衣配一條桌布的質地的白色裙 還一天吃香口膠 我提醒她以後要公平一點 她嘴邊邊走出去 封信的字跡我認得 是Rosa寫的 她封信是這麼說的 阿寬 這幾天平靜了下來 沒有先兩天那麼傷心 初初我以為我會病的 幸好都是只是小小傷風而已 我弟弟對我很好 送了一盒T-shirt給我 每一次我想起 我問你娶不娶我 你那種猶疑 和拼詞狡辯的神態 我都覺得我心很痛 寬呀 你知道嗎 有些女人是可以不計較命分 但是我不可以 自小我媽媽就教我 怎樣做一個賢妻良母 我們整家人看電視的時候 都很討厭李香琴 在粵語片裡面 破壞人家家庭幸福的 所以 我家人知道你有太太的時候 是非常反對我和你來往 直至我堅持 我騙他們說你會娶我 可惜你並不是這麼想 我知道我並不是很喜歡羅有才 不過 他對我媽媽 我爸爸 我姐姐 我媽媽 我弟弟都很好 我全家都很滿意他 似乎 他真的很適合做我爸爸媽媽的女婿 我姐姐的妹夫 我媽媽的孫婿 我弟弟的姐夫 可以令這麼多人這麼滿意 而他又這麼喜歡我 我推他 好像很傻 我想 決定最喜歡誰 和決定和誰結婚是兩回事 我會記住你 真的 我想我到死那天都會記得你 因為 我從未想過 和一個像你這麼有思想的人 談戀愛 和你一起很開心 是真的 我想我以後 不會再有這麼開心的了 好像還有很多東西寫 但是 又好像再寫不出了 有些感覺不會寫 希望你感覺到 好 Love Rossa 我看完封信 心 重得好像醉了在肚腩那裡 從百葉窗那裡看出去 太陽 慢慢地沉在建築物的後面 就是這樣 帶走了我一份感情 來到 適合 然後 讓我 尊重 然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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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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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